傅里乡经过了地震以及全乡性的道路视察之后 乡公所和代表惠也发现道路老旧破损、隆起 恐怕有行车安全之余,需要尽快的改善 傅里乡待惠主席叶嘉宏则是针对了道路的部分进行质询 乡公所不仅重视傅里市区的道路 更要照顾到罗山村的路况较差的道路来进行整理的工作 他要求乡公所在明年一定要做到 傅里乡经过0918以及全乡性的道路视察之后 公所以及代表会也发现道路老旧破损、隆起 恐怕有行车安全之余,即需要尽快的改善 傅里乡代表会主席叶嘉宏针对道路部分进行质询 乡公所不仅重视傅里市区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要照顾到罗山村的路况较差 进行整理,要求乡公所明年一定要做到 那我是希望有明年多余的金贝往这方面各村 那些各村的疫情路面的确都好几十年了 那尤其像罗山村啊,过去罗山的几乎吧 罗山比较几乎嘛,那个罗山库库那边 那有的洞啊,那就是村到里面 那能够铺设人还是重新来铺设人 从10月31号开始就在进行跑煮的作业 乡长江东城表示,道路失作期间 请民众注意行车安全 待各区段完工之后 将大幅改善本乡道路的通行品质 同时提高行车安全 公所也会逐年进行道路的检视跟改善 以提供乡亲们更优质的道路交通 记者高双双护理箱采访报道